美国新任总统拜登自上任以来似乎相当低调 经常性地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给各国领导人打打电话 或者是一口气狂牵上几份行政令 而今天的拜登终于走出了办公室 开始了自己的户外活动 上任16天的拜登选择走动的第一个核心联邦政府机构 便是美国国务院 而在国务院中 拜登发表了他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他在讲话中构建出了怎样的世界格局 毋庸置疑 外交政策的核心自然是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 拜登在演讲中说 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 给美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都带来了直接挑战 他直言道 我们将直面中国的经济恶行 反制其咄咄逼人、胁迫性的行为 领回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 不过 一派澎湃演说之后 拜登峰回路转又说 但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与北京共事 拜登强调 要更好的竞争 美国必须先处理好国内问题 之后与盟友联手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并重建美国的信用与道德权威 说完对华政策 拜登演讲的主线又落在与盟友的合作上 他说 美国回来了 外交回来了 在全球议题上 拜登表示 现在世界面临诸多危机 从新冠疫情、环境危机到核扩散问题 这些挑战都需要各个国家携手来共同应对 他称 美国的同盟是我们最伟大的资产 美国将与伙伴再次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拜登强调道 这一切必须从外交开始 并根植于美国最珍贵的民主价值观 捍卫自由 推动机会 维护普世权利 尊重法治 以尊严对待每一个人 过去两星期来 我与很多我们最亲密的盟友的领导人通了话 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北约、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 已开始重新养成合作的习惯 并重建过去四年来 由于忽视和滥用而萎缩的民主同盟的肌肉 既然国务院是拜登首个到访的联邦机构 自然表现出了他对这个职能部门的忠实 拜登对国务院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并赞扬他们是杰出的人才 外界认为 拜登在访问五角大楼或是联邦调查局之前访问国务院 是为了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他的政府将注重外交工具和外交人员 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与盟友合作 并以身作则地修补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 关于拜登在国务院的这一席讲话 政界人士有着多方的解读 但核心词只有一个 那就是未来的美中关系是既竞争亦合作 哈佛大学美中关系研究员陆柏冰关心的是 美中之间可以在哪些领域合作 在哪些领域竞争 以及在哪些领域可以努力缓和紧张局势 陆柏冰指出 拜登上任以来的两个多星期里 国际社会和舆论对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走向 有种种揣测 也曾探测到各种不同的信号 例如 有人说 美国必须努力保持和发展其绝对优势 也有人说 美国必须要北京为其对台湾的挑衅打压付出代价 而面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中关系的遗产 拜登政府必须在这些众说纷纭中 尽快决定是保留现行政策 还是对某些政策进行调整 除此之外 还有专家预计 拜登不久后就会和习近平通话 正如拜登在演讲中所提 他上任的两周里 与许多国家领导人都进行了越洋通话 包括美国一直以来的竞争对手俄罗斯 但却唯独冷落了中国 大家普遍认为 拜登是想要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 所有世界领导人通电话的 但是在目前 拜登仍然在审查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遗产 仍然在发展他与中国打交道的整体方法 而这次的讲话 似乎能够感觉到 拜登对于如何与中国政府博弈 心中有了大概的棋谱 所以 与习近平的通话 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 不过事实上 这样的通话 并不会真正对外交政策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 所有这些世界领导人的通话 通常只是礼貌性的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